跳摊个需要两个人 NASA局长抨击中国拒绝与美国合作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26日以此为题的报道称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 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 中国缺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太空合作方面的意愿 也缺乏透明度 对此由美国媒体人指出 纳尔逊没有提到沃尔夫条款 而正是该条款使得中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长期受到很大限制 我们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尚未提供的合作 但跳摊个需要两个人 纳尔逊声称 我们根本没有从中国得到任何透明度 他进一步就有关透明度的指责声称 当中国发射空间站时 火箭助推器残骸落在印度洋 但北京没有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共享任何跟踪数据 对于上述无端指责 美国航天新闻网资深撰稿人福斯特 在推特上转引了纳尔逊的话 直接指出纳尔逊没有提到沃尔夫条款 沃尔夫条款由美国前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起草推动 堪称目前中美航天科技合作的最大壁垒之一 该条款禁止美国与中国开展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 或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 甚至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施 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 纳尔逊说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但跳摊个需要两个人 而且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关于愿意合作的信息 有网友称 美国有禁止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法律 现在美国抱怨与中国没有太空合作 你不能瞎边乱造 天哪 当沃尔夫在任时 他不允许NASA说出中国这个词 或与他们讨论 现在他们竟然没有联系我们 真是令人惊讶 中国正在与每一个愿意合作的国家或组织合作 比如欧洲航天局 俄罗斯 巴西 委内瑞拉 巴基斯坦 美国总是可以选择与中国合作 在沃尔夫条款之前 现在和未来 我想越早越好 事实上你们可以编造这些 只要你记得 纳尔逊首先是一位政治家 在沃尔夫里两个人